我们进来 豆浆也好喝 柚子茶也不做 好吃 爸 这里这里 这里有空会在 他们两个好像快吃完了 不好意思啊 你们慢慢吃 我们不着急的 你说这人怎么这样啊 他说不及 人就那么处在你面前 还让不让人吃啊 老宋 还早啊 好久不见啊 好巧啊 那我们吃完了 这个胃酱给你能帮 不着急 你慢慢吃 你不是吃饱了吗 走吧 没有啊 好 拜拜啊 走吧 谢谢啊 坐呀 谁啊 你认识啊 一个地长公司的策划 你先打个招的 想吃什么 什么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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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那男的谁啊 见过一两次 见过一两次就叫你海藻啊 太那什么了吧也 谢谢啊 他可能就是跟我老板叫的呗 我老板叫我海藻 他都不知道我姓什么吧 嗨嗨嗨 你回来跟你老板说 咱们叫你小姑 海藻送你掉了 你 我 得了吧你 有病啊 走走走走 不行 我正午要出差去无锡呢 我不能过去了 那让小贝去帮你吧 姐 你一会儿有事吗 没事我去看看你 我给你送点东西过去 你就别管了 在家等着我啊 拜拜 小巫 这个陈总要的资料 我给你送过去 喂 我老孩子啊 陪我过周末 不行 我周五要出差去无锡 你跟你老婆孩子过吧 拜拜 孩子 这个是我刚做好的报表 对吧 帮我看一下 老周六要出差啊 是啊 这星期五 他手头的一个项目 有了点问题 别人去不熟悉 我以前派别人去过 没解决 他去了住哪 江南红宾馆啊 怎么了 没什么 对了 文件别忘带了 好的 走 开枣 走了啊 再见 对于这笔钱 还早没想好怎么处理 因为放在银行里 很难不被小辈发现 所以就暂时放在办公室了 本来想着有机会 还是还给宋思明 但一想到 他带着老婆孩子 过周末的样子 还早就有些报复性地 选择了一种 最保险的处理方法 尽快花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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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藻忽然明白了一件事 那就是五十块钱的内衣 和五百块钱的内衣 本质的区别是 女人与女色 小姐 这是您的衣服 总共是一千元 给 小姐 正好一千 可以了吗 稍等一下 还有一张单子 不用了 谢谢光临 小姐 这件衣服 这件衣服是很高档的 你若喜欢可以看 但最好不要摸 因为颜色淡万一碰脏了 我们是很难销售的 对不起 请原谅 我是挺喜欢这款的 但是我买几件好呢 你还有别的颜色吗 对不起 我们的这件衣服是单款单色单码的 这件就三件 大中小号 这款小号正适合小姐 你再过来看一下这件吧 我们的大衣都很高雅的 非常适合小姐这种气质型的 你觉得怎么样 好吧 这两件我都要 帮我包起来 好的 好的 您需要试穿吗 不用了 我跟你讲 这小姐真的厉害 没两件 眼都不窄 是都不是 现在真的是人不够冒险 以后咱们说话 对不起